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家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富昌 非洲的明日之星 奈及利亞 經濟的發展可圈可點 但是境內的恐怖組織 博克勝地 卻成為國家發展的障礙 奈及利亞政府 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值得探討 而全球的目光 還是沒有離開烏克蘭 雅努科威吉總統逃亡之後 新政府要如何重建烏克蘭 受到各界的關注 而美國準備大幅裁軍 這會對美國的全球軍事布局 產生怎樣的影響 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最後 正在巴塞隆納舉行的 行動通訊大展 有什麼最新的產品 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我們來談談 奈及利亞的校園恐怖攻擊事件 奈及利亞位在西非 是一個多種族國家 境內有250多個種族 土地面積大約有92萬平方公里 將近26個台灣大 人口1億6700萬 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 豐富的天然資源 使得奈及利亞 具有雄厚的經濟發展基礎 石油是奈及利亞賺取外匯的主力 也是奈及利亞的國保 但也是政治動亂的根源 因為奈及利亞 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 1960年獨立之後 仍然和英國保持密切關係 成為大英國協的一份子 但是英國勢力推出之後 奈及利亞就陷入軍事獨裁和內戰之中 交戰團體為了鞏固 鞏固購買武器的財政來源 因此都以佔領石油要地為目標 讓整個國家紛紛擾擾數十年 直到1999年頒定新憲法 2003年舉行史上第一次自由選舉之後 奈及利亞的國家發展才突飛猛進 具有成為非洲最進步國家的實力 但是活躍於奈及利亞北部的 伊斯蘭恐怖組織伯克聖地 卻讓奈及利亞的政經發展 蒙上一層陰影 伯克聖地成立於2002年 主張伊斯蘭教治國 強烈反對現代科技和西方教育 嚴格禁止青少年受教育 因此被稱為奈及利亞的塔利班 就是因為這種極端的反教育思想 導致伯克聖地常常把學校和學生 當作是恐怖攻擊的目標 光是在今年的2月 伯克聖地就發動了兩次重大的恐怖攻擊 先是2月19號 巴馬城的慘案 總共有98人死亡 其實是最近聯邦政府學院的恐怖攻擊 至少造成59人死亡 伯克聖地再也不是過去 單純的反基督教的團體 現在的伯克聖地 已經轉變成為一個 實踐伊斯蘭治國的反政府組織 如果控制伯克聖地 就成為奈及利亞政府的重要課題 狹窄的道路上 塞滿軍警車輛 還有救護人員 但這一切為時已萬 西非國家奈及利亞 東北部尤比省的郊區布尼亞迪 一所聯邦政府學院 驚喘遭到恐怖攻擊 至少有59名學生死亡 25號清晨約2點 學校宿舍的學生都還在睡夢中 上鎖的宿舍突然遭到汽油彈攻擊 許多學生驚醒從窗戶逃亡 卻反遭守在外面的武裝分子 開槍射殺 不知道什麼原因 駐守附近的警衛在事發前撤離 當地的社區領導人說 軍方在事發後好幾個小時 才從距離70公里的省會 達馬墮路趕到 在奈及利亞發起的恐怖組織 伯克聖地 行進越來越囂張 光是今年2月 就在奈及利亞造成至少300人死亡 2月16號 北方波諾省 才發生106人死亡的恐怖攻擊 卻在2月19號又遭受攻擊 波諾省的巴馬鎮 清晨4點遭受博科聖地攻擊 武裝分子炸毀建築物 迫使民眾棄手家園 最後 奈及利亞軍方出動空軍空襲 才將武裝分子趕走 但這場恐怖攻擊 已經造成98人死亡 我已經在一月中 但我會回到北方 把政府要拿來 一頓地說 一頓地說 不管言論上如何來往 博科聖地已經是 奈及利亞政府最大的安全威脅 奈及利亞人口組成複雜 過去受英國殖民 基督徒與東北方的穆斯林各伴 國家走美式的民主制度 因为有石油出口 一直是非洲发展较快的国家 但在2002年 奈及利亚东北方 一支新的恐怖组织伯克圣地成立 目的是要建立伊斯兰基本交易国家 并且反对西方教育 不承认现代科学 也禁止民众投票 被国际称作西非的塔利班 从2009年开始 伯克圣地便在东北部到处发动攻击 并且绑架女性 而最近目标则越发针对学生 去年9月 尤比省一所农学院 恐怖分子半夜潜入男生宿舍 对睡梦中的学生扫射 造成50名学生死亡 不过他们似乎熟悉地形 避免攻击女生宿舍 这次针对学生攻击手段凶残 但根据发言人说 武装分子到女生宿舍 并没有发动攻击 而是叫女学生们赶快回家结婚生子 因为接受西方教育 是亵渎伊斯兰教 这一连串的恐怖攻击 让石油大国内吉利亚安全亮起红灯 恐怖分子还扬言要回军南下 目标是拟日和三角洲的游天 打着交易行接 让人担心恐怖分子行径 可能更猖狂 伯克胜利的活动力相当强 会不会转变成为区域或国际恐怖组织 是各国最担心的事 好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心乌克兰的政局发展 亚伦科威奇总统逃跑之后 临时总统预计在27号 也就是明天要公布新政府名单 以便尽速准备5月的总统大选 现在乌克兰的政局还是一团乱 特别是俄罗斯的反对立场 让乌克兰的未来发展更加扑朔迷离 第一 俄罗斯宣布不承认新政府 在普廷的眼里 新政府是武装判断的结果 因此缺乏合法性 第二 南部的克里米亚地区 分离主义分子 已经公开表明要脱离乌克兰 这给了俄罗斯很大的运用空间 俄罗斯会不会以克里米亚 为干涉乌克兰的基地 引起高度的关注 第三 普廷承诺了150亿美元的援助款 是乌克兰的救命钱 没有这笔钱 乌克兰就马上会面临 债务违约的困境 现在俄罗斯只给了30亿 会不会因为亚努科为期下台 而停止后续的120亿 成为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 关系发展的重点 而和俄罗斯打擂台的欧盟和美国 最近也积极表态 要帮助乌克兰解决债务问题 但前提是 乌克兰必须终止暴力镇压 并且接受西方的合作条件 换句话说 就是要乌克兰向欧盟靠拢 我们认为向欧盟靠拢 也是目前新政府成员的意向 所以这不是大问题 但是俄罗斯的立场 也不能不加考虑 这种站在十字路口上 选择方向的难题 将是乌克兰新政府的最大挑战 传遍全球的影片 我是乌克兰中 少女尤利亚大喊 现在已经不是苏联时代 这个影片 报警乌克兰年轻一代的心声 三个多月的抗议示威 乌克兰政局批变 国家改朝换代 代理总统图奇诺夫 展开一连串最新措施 开 talking 开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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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国家 引起到 Auto难 暖和 Pegas 开启动 当时 21 20 20 20 总统变成逃犯 社会对立气氛依然浓厚 为了协助乌克兰尽快稳定政局 一美两国外交官在华盛顿会晤 讨论对基辅提供紧急金援 欧盟官员也抵达基辅 与各党代表会商 过去一年乌克兰外汇减少28% 外汇储备178亿美元 是2006年以来新低 今年需要偿还130亿美元债务 临时政府估计 明年至少还需要350亿美元 才能避免债务违约 财政状况面临崩溃 但是由于欧美渴望慷慨解囊 乌克兰股市几天内创下 2010年5月以来最大涨幅 但是俄罗斯总理麦德维夫 则质疑新政府的合法性 乌克兰问题其实不只是经济问题 变局的背后是更深层的历史 与国际政治角力 历史上乌克兰西部曾被波兰与立陶宛瓜分 接受西方文明净润 而东部则是俄罗斯民族发源地 曾接受俄罗斯统治 至今东南部地区仍有不少地区超过六成人口 说的都是俄语 尤其是南部克里米亚部分地区 说俄语的更占了九成以上 从历史连结更深一层看 乌克兰工业基础变定于前苏林时代 哈尔科夫是航太军事工业重镇 雅努科维奇出身的顿内茨 是人口最密集的工业中心 刚被释放的前总理提摩申科出身的聂伯成 也是深受俄罗斯影响的工业大成 不仅是重工业受俄罗斯牢牢掌控 进出口也是相当依赖 更糟糕的是乌克兰80%的天然气 都要靠俄罗斯供应 只要俄罗斯一个不高兴 天寒地冻的乌克兰就开始叫苦连天 年轻一代厌倦了老是被俄罗斯当成小弟 完全没有自主性 加上欧洲文化的吸引力大过俄罗斯 加入欧盟更成为东欧地区的一大趋势 年轻人站上了舞台 也把国家推向了一个新的变局 在最近几天的学调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欧盟高级代表 爱希顿的特别活耀 他亲自到了基辅和乌克兰的各党派 代表面对面协商 充分展现了主导乌克兰 后亚努科维奇时代政局发展的态势 欧盟的力量能不能扳倒俄罗斯 就成为决定乌克兰政局发展的重要参考点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美国大幅缩水的国防预算 美国政府在金兵政策的思维下 决定要采减将近13%的陆军兵力 从目前的52万3000人 均减到45万 大约减少了7、8万人 这是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军 这样的做法 当然可以减少国防支出 缓解预算压力 但是面对中国两位数字的国防预算成长 以及明显的军力扩张 会不会使美国的重返亚洲策略 以及东北亚的安全布局受到影响 值得观察 唱军歌答述 美国大兵呼口号行径 全球实力首屈一指的美国军队 受限于政府财政 五角大厦有意展开裁军计划 国防部提议将陆军 由目前的52万采减到45万 海军陆战队则从接近20万缩编到17万 总计约10万名阿兵哥将陆续退伍 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正规地面部队 不仅是人员缩编武器也要跟着除影 比方这款A10对地攻击机 原本负责低空摧毁敌人车辆以及设施 被地面部队当成最佳拍打 如今也因预算不足即将工程升退 A10的地位将由F35密宗战斗机单缸 被打入冷攻的还有老牌的U-2高空侦察机 将由全球英无人机取代 美国军方太就唤心要提升武器的科技层次 如果你们将预备于国军方太阳的防御 保护我们的关系 以及我们将预备的信息 不仅仅为我们的安全关系 但我们将预备与共同伙伴 抬设十万名正规军之余 五角大厦决定扩编三千名 因为特战部队机动力高 战斗能力强 未来美国需要一支 量少执金的单位 打击恐怖主义 面对与日俱增的网路骇客攻击 美国不敢轻忽 网路部队的强化也成为重点 乍看下这项总值 496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 是为了降低军队对于人力的依赖 不过军方高级官员警告 倘若进一步删减支出 恐怕出现国防漏洞 邓普希说的选项 在平洋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 目前海军经费可以维持11个航舰战斗群 不过到了2016年会计年度 假使联邦政府仍然强制血减支出 就势必得提前除以一艘航舰 也就是说 明年欧巴马必须决定 乔治华盛顿号的去留 美军寄取中东战争教训 不愿再让部队深陷泥沼 准备转型应付未来战争 然而联邦预算捉襟见肘 无法攒下战备基金 战力大打折扣 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布局 势必面临严峻挑战 最后我们来看看 正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的 全球行动通讯大展 从2月24到27号 连续三天有超过1700家厂商 参加了巴塞隆纳行动通讯大展 缔造了史上最多厂商参展的记录 各大通讯大厂都纷纷推出年度饥防先机 强调曲面设计和防水功能的手机 是一大亮点 不过今年的行动通讯的主力战场之一 就是在智慧型穿戴式产品 估计全球总共有34亿 使用者的庞大商机 另外也有针对慢性病患 所推出的远端侦测血糖的 行动科技产品 让许多慢性病患 可以再度享受持久性运动的乐趣 摆摆手画圈圈 相机镜头就能够远端捕捉人体关节的动作 自动拍出美美的相片 号称全球第一支使用蓝牙4.0技术的电动牙刷 结合亚医师量身定做的建议 让刷牙这件事变得很科技 手机除了可以远端遥控电源开关 还可以用来写日记 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为其三天的 全球行动通讯大展 聚集了来自于全球1700多家厂商 展示最新的行动科技 在会场有一个不老骑士 正在满身大汉骑飞轮 在过去有些人跟约1的病毒 可能会在写日的游戏 但跟他们的状况 身体的状况 和数据都被监察 与世界各地的游戏 这会给他们的机会 工作和写日的游戏 结合皮下感应装置 无线传输器 以及可以捕捉方圆6公尺内 动态数据的互动式荧幕 就能够监控病人的血糖变化 让原本是持久型运动 微味图的慢性病患 也可以重拾运动的乐趣 2014年 各大行动通讯大厂 厮杀的主战场之一 是在穿戴式产品 各种智慧型穿戴式产品 无不推陈初心 功能越来越反复 专业人士看巴塞隆纳的行动通讯大展 认为正朝着M型化发展的趋势走 部分中低阶智慧型手机 主攻新兴市场 以中低价位冲刺销量 但是各大手机品牌大厂 竟向推出年度饥荒 除了笔基本配备规格 还要比拼主打的功能 2014年最夯的手机趋势是防水手机大行其道 当然是水准 无垠的氧炉红 和氧化 这些东西是可以用它 完全滑入水 至少半个小时 无法打破 电脑机的电脑机 可以放在这一边 Hydro Elite 两个电脑被逃出水 滑入映 车内拥有Wi-Fi无线上网的热点 还有自己的APP Store 可以随时download新款APP到车内 行动上网的市场从个人走向车辆 全球目前有34亿人 行动通讯装置人手一击 专家看好未来的行动通讯市场 认为市场的大饼除了有机会过急 还没有行动连线的人口 行动通讯也将走入现代人的生活 带来更便利和健康的改变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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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